你 朱方雨未雨绸缪 爆辽米25大中锋有望加盟广东阿联接班人有戏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最近光与广东在影园方面的猜想的也是不断的那接下来就和大家具体分享一下 最近的有一个非常备受瞩目的猜想有个大中锋啊很很有希望的能够加盟广东 我们知道其实对于整个广东来说的本赛季比赛结束之后呢他们可能最大最需要改善的地方了就是内线方面的 因为在此前的半决赛当中的广东在这一块确实是非常的吃亏 尤其是在此前0比3输给辽宁队这几场比赛当中的其中的第2场比赛当中的广东队更是一度输到了20个篮板球 那么在这其中的因为阿联这边力不重新的话才会导致输到了这么重要的一个数据 所以其实对广东来说呢下个赛季啊如果说想要去补齐这块短板呢 可能在内线方面的话是否应该进行引员呢 真的是广东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 而就在最近的有媒体就根据最近广东的需要呢也是做了一个大猜想和猜测来进行分析 接下来不排除朱芳瑜呢很有可能未雨绸缪呢引入一个2米25的大中锋 来补强了他们在目前内线方面的一些缺失 和短板 那么从目前来看这个2米25的大中锋呢就是此前呢前往NBL的联赛打球的 刘川鑫 刘川鑫呢在本赛季啊代表他们国外的球队呢去出战时9场比赛 那么其实啊每一场比赛呢都是替补的角色出场 场局呢只能够出战4.7分钟 只能够达到2.5分1.4个篮板0.1个助攻0.1个抢断 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可以说是相当惨淡的 不过我们考虑到他出场时间只论个位数来算的话 其实呢这个样的数据确实没有太多的一个代表性 而且呢也恰恰就是因为在国外的联赛没有受到重视呢 更加有可能让刘川鑫下一个赛季要重返西北打球 那么接下来他们加盟广东呢就很有希望了 从目前来看呢刘川鑫这样的一个身高以及他过往呢 啊来自于广东清绪的这两点情况的话其实都让他呢 非常有希望能够加盟广东 而且从目前来看的话一线年就像刚刚所说的本赛季他的一个状态已经逐渐下滑 下个赛季啊他有必要呢能够让球队去给他找一个接班人 这样一来他才能够更加放松一点 因为从目前来看呢阿联在下个赛季虽然说呢根据广东跟队计较的透露 他会继续留下来征战 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他去继续担任核心的一个概率呢应该是不大了 毕竟以他现在这样的一个表现来看下个赛季如果说继续担任核心呢 可能会被彻底打爆这点虽然说说法不好听但是也是事实 所以对整个广东来说有必要找到阿联的接班人来之后呢 顶替他成为一个核心那么继续带着广东的去补强那一块这一 内线这一块的一个趋势 所以从目前来看了刘传希呢不管是他的出身 还是说他目前的一些身高优势以及他过往一些征战成绩来看的话 他都是比较适合广东目前这一块位置的 当然从目前来看了其实对广东来说是否最终要引入刘传希的话现在还没有确定下来 毕竟我们也知道呢 在过往的话广东一直强调说呢他们没有太多的经费能够出到其他的球队 而目前刘传希呢又是青岛队的一个重大筹码 目前的不仅是广东可能呢包括上海啊 辽宁队都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个球员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广东不愿意掏再多的一个钱呢 可能不一定就能够抢得过另外两个土豪球队 所以距离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能对于朱芳宇来说真的要好好想一下 如果真的是非常迫切去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可能真的要花一大笔价钱了 如果是希望能够从内部去提拔球员的话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也只能够希望杜峰能够给力一点 把内部的二线球员给培养出来 将来来将来才有更多的年轻球员能够接过意见的那个接力棒 之后带领着这个广东南南继续取得更好的成绩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